那也可以说 我们在哪里 哪里就有自由 因为我们这个人啊 是一个结枝的人 结枝就是神圣的生命 他引到了我们的里面 成为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这个人啊 里面有神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哪里 哪里也就有自由 这个话要肯定的说 我们不要怀疑 因为主他引进到我们的里面 那其实我们常常讲天之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见之 我们重生的时候 我们就在与神是一的里面 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 进到我们的里面 他的生命就传结在我们的里面 这个结枝啊 就是二灵成为一灵 神是灵 那我们里面他进来了 我们里面也有灵 所以二灵成为一灵 但是弟兄姊妹 不要弄错了 这个二灵啊 不是两个灵 就是一个灵 对 这个灵 就是神圣神 神自体 成为我们的灵 所以我们在这里 能过神人的生活 感谢主 这个内处的灵 而不是人手主造的 是神自己 成为那灵 祂敬照过我们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过的生活 是一种真实的生活 那我们在这里敬拜神 我们也是在这里真实的敬拜神 我们的行事为人 也是在真实的灵灵行事为人 这个真实是神 所以我们这个人是不靠自己 因为我们里面有灵 我们所依靠的就是灵 所以这样的生活是借着祷告 借着信靠神 被神来充满 并且能够浸透过正常的灶贵生活